高雄哈馬星一名小男童悠閒在草皮散步 和弟弟一起玩追逐遊戲 但似乎選錯地點 因為這裡是輕軌的軌道區 軌道區規定禁止踏入 但兩個小朋友玩到秋海海 一旁大人完全沒制止 這個動作更讓民眾傻眼 巧好角度拿起手機幫自己自拍 自己沒拍夠還要別人幫忙拍 網友看到影片狂轟大人也要教育一下 開一次罰單就會記住了 這樣玩其實很危險 跌倒噴血算誰的 小朋友不懂就算了 怎麼連大人也一起 家長應該要制止他 這是車道不是人在走的路 他都有規劃 所以這樣不太好 因為我們還是要對小朋友做相對的教育 高雄假日搭輕軌人超多 捷運警察和輕軌保全都會註點管理 一百一十二年針對入侵軌道 已經開出兩百一十一張罰單 其中聯合醫院站和美術館龍貓隧道 分別開出一百七十一件和二十六件 最高可罰七千五百元 輕軌軌道區大多民眾勿闖時 都會加快腳步離開 但小朋友玩成這樣都沒人制止 要是發生危險意外 或是耽誤輕軌罰車 恐怕都讓人搖頭 簡送配送王世雲 高雄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傳達最完整的資訊 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 com 10點 Kevin 5 5 7 5 8 7